展现精彩的啦啦队舞蹈技巧 基隆共有6名选手跟3位教练获选为国家代表队 将前往印尼巴厘岛参加2024亚洲啦啦队锦标赛 亚洲啦啦队加油 多加练习脸部表情跟上半身的肢体 然后把地板的动作再练得更好 我们今年知道的是总共2024亚洲啦队锦标赛 总共有9个国家参加 然后包含中国大陆 然后日本泰国都有派对参加 那预计现场是有1200名亚洲的啦啦队选手来比赛 这样 练习的状况 他们一个礼拜大家都练四五天 然后一天的时间大概都五到六个小时 市长谢国良亲自授旗给予满满祝福 基隆市啦啦队委员会主委郑凯玲 与学校校校长也感谢市长谢国良大力支持运动选手 我们现在基隆大家都知道我们非常重视体育 不论是软硬体赛事以及选手的培训 甚至在比赛中过程的给予的一些协助 我们都是用更新更努力的方法来把我们的体育状态做得更好 那我们也继续努力希望这一次能够获得一个好的成绩 非常感谢我们市长这样的大力支持我们体育界的所有的任何的活动 当然啦体育是要往下扎根的 所以市长非常重视我们向下扎根的这一个所有的一个团队 也希望说我们基隆这个体育能够越来越好 我就想到我女儿因为她现在也在学芭蕾 她每个礼拜天有在学芭蕾 我都会去陪陪她这样子 那就看这个其实好的舞蹈 我就看到一点一滴从练这个伸展开始 这个一点一滴是应该是说 这个舞蹈我们看到的成果 因为我是爸爸嘛 我陪在旁边看 那是一点一滴陆续陆续慢慢完成 而且那个中间对他们肌肉的锻炼啊 那个体力的展现甚至要伸展啊 其实那些学生都是有经历蛮大的一种 怎么讲就是生理上的锻炼 那个都是还蛮辛苦的 所以因为我自己有在陪嘛 然后每个礼拜它的进度会不一样 所以我会看得到 可是那个的进度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成果 可是那个中间的努力 那是一点一滴培训出来 甚至今年累月 就像我女儿就没办法那样子去表演 跟有那样的程度嘛 可是她也很努力啊 所以就是从看她劈腿啊什么的 就会觉得哦 就是有时候就会回射到 就是哦 这个很辛苦 对这些学生原本都不是学啦啦队的舞蹈 都是从可能学其他的街舞 或者是传统舞蹈 那我们就这样慢慢让她接触之后 产生兴趣 然后他们愿意跟着我们这样训练 然后出国比赛 对 真的这个最重要的 真的是背后要有这个家长的支持 家长这样子 除了说让小朋友这样出来玩游戏以外 其实就是要锻炼体能嘛 锻炼体能之外 还要协助我们舞团 陪我们到处去 呃 活动啦 比赛啊 表演啦 家长都要陪同 这真的是 有让 有这些家长这么大力的推动哦 啊支持哦 真的让我们舞团也非常的 呃 呃 放心 对 对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训练 因为大家都还是国中生 所以都是要 依赖家长接送 然后家长来陪同 然后有时候练两个小时 家长就要赶快下班 赶快来接送这样 所以其实过程中 家长真的很辛苦 然后尤其我们现在拉拉队是 非亚奥运项目 其实大家在出国的旅费来说 其实都要自己去承担 这非常的不容易 那谢谢市政府这次有协助我们 然后家长也非常的支持 给我们很多的帮助 那我们希望我们可以顺利出国 然后完美全上 为国争光 基隆拉拉队选手 去年在雅锦赛中 获得一金一银的好成绩 市长谢国良也期许 选手们顺利完赛 再次为基隆争光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